这多少钱买的? 300万 300万? 买回去之后老婆就整天埋怨我了 300万差不多可以买10公斤到黄金了 一男子背着妻子从澳洲花300万买了一对金碗 妻子知道后破口大骂要与他离婚 男子只好带着金碗前来请专家鉴定 专家在看到金碗后 把他摆放在手心连连摇头说 你这样的呢我给你报价 不然我怕你心脏受不了 那这名男子最终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呢 整个事情发生在一档健保节目 男子在澳洲看到一堆金碗 最终在亲舅舅的撮合下花300万买下 多数宝贝的来历 怎么说呢 我舅舅的一句话破费了我的300万 那你差怎么购买呢 事情败露妻子大闹 于是男子来到健保节目想知道个心安 在听到这样的故事后 在场的观众都替男子捏了一把汗 因为在谷完全的水很深 一般都是熟人骗熟人的事情特别多 当男子拿着金碗来到专家面前时 此时的他也显得十分的不安 如果真被鉴定为假的话 回家跟老婆真没法交代了 当专家把金碗拿到手的时候 也都迫切地想看看 这300万买的小金碗到底值不值 在经过轮番仔细的辨认后 专家组鉴别后发现 金碗底部边缘的契单纹非常醒目 由此可以辨认出这是辽带时期的东西 但究竟是真是假呢 随后专家在金碗的底部花纹 看到属于辽带游牧民族的特有装饰花纹 由于做工的精粮和金碗包浆工艺的处理方式 最终专家组说出这样的话 虽然是真的 但它究竟值不值300万呢 随后专家说出前几年同样的一堆 金碗曾经拍出960万的天价 此时的男子异常兴奋 觉得自己肯定赚到 但专家说到那对拍出的金碗 是属于唐朝时期的东西 而你这是辽带时期的 是真的不假 但市场价值到底值多少钱呢 此时专家开始故弄玄虚起来 说你站稳了我给你报价 我怕你心脏不好 男子也是故作镇定 此时场下的观众也是特别激动 想知道他的市场价值 到底值多少钱 随后专家说到 这是辽带 但是呢 至少300万是不值的了 在听到这样的结果后 男子也是喜笑言态 他说自己可以回家有个交代